大家好,歡迎收看NIT,我是Anita 自從Deep Seed出了R1之後 我的Fresh和Youtube就瘋狂地給它洗版 我知道,我知道我是像 但是我想看定點才說 其實是因為新年我病了 這條片我就會在科技的角度去講一下Deep Seed的影響 除了它的表現,低成本和高效能之外 IT人為什麼會這麼支持它呢? 而我對這個新興的LOM又有什麼看法呢? 先戴上頭盔 我說的東西會撇開所有政治因素 單純用IT的角度去講 那我們現在馬上開始 首先講一點背景 Deep Seed是一個大陸開發的LOM 它現在有兩個版本 V3是擅長文字的版本 如果大家用網路平台的話 Deford就是這個版本 這個版本只有一個尺寸,但非常之大 就算是用quantization的方法 去將size減細 都不是一般人可以run到的size 另一個是R1 是比較擅長邏輯的版本 web platform 按著這個按鈕 就可以轉做這個版本 這個版本有7個size 最小去到1.5b 最大去到671b 即是你可以因應自己的需求和硬件 去選用不同的size 這個版本的特色是它答你問題的時候 它會有個think的過程 你會見到它自言自語 一步步地得出的答案 而R1這個版本 它有幾個特色 首先 它的表現 即是benchmarking 在多方面 都是比GPT-01優勝 都不只 還要成本只是它的10% 這個是第一個令人驚訝的消息 不過 這個都不足以令大家對它這麼吹捧 始終benchmarking的東西 除非真是大拋離 如果不是 都不是真是這麼重要的 原因是LOM就像人一樣 不同model會有不同特性 有些人 你跟它說話 會直接一點好一點 有些人需要多點修飾 有些人會需要多點例子 有些人會需要精簡一點 總之 不同的問法 情景 類型 都會影響LOM的表現 所以benchmarking 真的不是那麼重要的 不過 它又真的用了些很好的方法 去提高效能 不過我就不在這條片裡詳細說了 我反而想說一下它對IT業界的影響力 因為這個才是真正大家支持它的原因 第一 open source 即是開源 雖然open AI的名字叫open AI 但其實它一點都不open 無論是model的weights 還是它的algorithm 都是閉完的 是沒有人知道它實際上是怎樣做的 即是說它對業界的contribution 是零 但是deep seek就不同 大家不單可以download到它的weights 下來自己run 它還將它training data以外的所有東西公開 由於training一個AI model 最大的因素有三樣 算力 data algorithm 即是說 大家如果有training data和算力的話 人人都可以train屬於自己的model 除了可以讓大家容易train自己的model 其實open source的真正意義 在於世界各地的developer的contribution open source只是第一步 當那些code開放出來之後 表示所有developer都可以看到那些code 之後就會有人開始對個project 提出merge request 即是 有些人會提出某些code的加減或者改動 這些改動可以是效能提升 或者加新功能 之後重點就來了 如果deep seek真的想contribute 到open source這個community 他就要有人去看這些request 再決定要將那些request接受 接納這些改動 從而完善整個生態 這個動作不是那麼容易 尤其是一些hit的project 會有海量的request 要有人去manage下去不是那麼容易 但這個就是決定他能不能夠繼續contribute下去的關鍵 我們就要繼續看下去了 第二 Distillation 蒸餾技術 簡單來說 Distillation就是用一個trained好的LOM 透過跟這個LOM說話去拿一堆training data 再去trained下一個LOM 首先講一下deep seek用Distillation的爭議 由於deep seek沒有open過他的training data 而又有人發現他的答案很有GPT的影子 所以有一部分人 甚至是open AI都說deep seek是用Distillation的方法 在GPT裡拿他的training data 而這件事是和open AI的使用條款是有衝突的 但是在這一刻為止 暫時都沒有證據指出deep seek是有這樣做到 所以open AI都是催不上的 而且open AI其實自己都其身不正 那就打和了 但是deep seek是可以讓大家去做Distillation 所以他又解決了trained model的第二個因素 就是data了 不要以為網絡世界那麼大 要有data有多難 其實有很多網上的data 你可以看 但不代表你可以拿來trained 這個也是很多人看不起open AI的原因 雖然催不上 但不知道會有哪一天突然出事 再者 網上自己craw回來的data 很多時候都要做cleaning 將低質素的data刪走 整個過程並不是那麼簡單 到現在 大家就可以用deep seek去進行對話 然後變成training data 再去train自己的model 第三 他們打破了NVIDIA的限制 直接自己調用ptx AI興起之後 NVIDIA的股價一直上升 原因是大部分的AI model 都建基在cuda上面 cuda是NVIDIA出的 簡單來說就是AI model的code 跟GPU之間的溝通方法 cuda是NVIDIA出的 當然就是做給NVIDIA的graphic card 但是 有報道就說 deep seek 直接不用cuda 直接寫底層的ptx 即是它不受cuda限制 直接跟GPU溝通 就好像一個programmer 不用programming language 什麼java JS 通通都不用 直接寫1010 這樣的話 如果developer有料 寫得好 就可以不受programming language限制 達到最高的效能 但這樣不代表 大家都不要用cuda 直接用ptx 因為寫得好就厲害 但寫得不好 就拆掉了 但是他不用cuda 又代表什麼呢 他不用cuda 代表他可以不用NVIDIA的graphic card 你不賣給我嗎 我就用我自己國家做的 所以在全球都搶NVIDIA的card的時候 他這部可以說是打破了NVIDIA的壟斷 所以trainmodel的最後一個因素 算力 他都出了一分力了 換言之 deep seek的出現 不單是出現了一個強大的olm 那麼簡單 他在developer非常重視的open source上面 開了個靚頭 又願意做大家的踏腳石 給大家用distillation的方法去拿training data 還要示範了怎樣打破框架 實現高效能的AI model 所以無論你用不用deep seek也好 無可否認他是對業界造成了很大的貢獻 而事實上 很多AI的巨頭也都已經開了聲 承認了他對業界的影響 現在是2025年頭 我們就一齊來看看到了2025年尾 AI界會因為他而有什麼改變呢 今天就是這麼多了 記得like comment share 如果你覺得我說的東西有用 麻煩幫忙share出去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